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管制令让我国经济每天亏损24亿令吉 国防部高级部长表示 若延长行管令到6月 预料全国会有超过百万人失业 沙发52%的学生住在偏远山区 没有网络 也没有电脑 在线教学面临巨大挑战 跨州行驶进入第二天 今天轮到霹裂 吉兰丹以及柔佛的民众 启程回到住处或工作地点 截至今天早上 所有主要大道交通依然顺畅 没有堵车 早上时段的南北大道等多条主要大道跨州的车辆 为数不多 没有出现车龙 驻守霹雳仪宝南下收费站的警员透露 从子夜开始一直到早上大约7点 只有大约25辆轿车出示手机应用程序 以及跨州文件证明 南北大道公司初步估算 今天早上会有超过一万六千辆轿车 从霹雳出发南下到其他州属 预计下午会有更多人跨州 随着第一天的跨州行驶路况顺畅 全国警察刑事调查局总监拿督胡泽尔表示 拥有合法准证的公共交通工具和摩托骑士 也将获准跨州 不过一样必须符合申请准则 并且强调只是让受困家乡的民众 返回住处或工作地点而已 胡泽尔昨天发文告表示 摩托骑士跨州之前 依然要通过手机运用程序 Grab Malaysia获取申请证明二维码 而那些通过皇家警察脸书 下载申请表格的民众 也必须到附近警局区获得申请批准 这些程序将会协助警方估计 大到交通流量 也帮助追踪疫情 国防部高级部长继续捍卫政府 实施有限行管令的决定 拿都斯里伊斯曼沙比利表示 如果政府继续延长行动管制令到六月 预计全国将会有超过百万人面临失业 小型核微型企业也会面对倒闭的威胁 因此政府才会优先考虑 海外经济放款管制 那只要不想考虑 超越有限的 付出身份 尾是不是 日本那عد材的 剩下地進行生活 是 移民进行生活 namely 产生存在 产生存在 107 原材ソヤ 产生存在 如果天 End 产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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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伊斯曼沙比里昨天晚上接受马新社访谈节目 《议论空间访问》时也表示 虽然在有限行管令期间 政府规定私人叫车最多只能在一家四口 但在允许跨州通行的四天之内 政府也允许一家六口共乘六人叫车 但也只限四天 至于六人乘坐私人车则是违法的 全国型管令逐渐松绑 但是理发店至今还是不准开 让不少业者就担心 再不及时止血 生意恐怕很难再撑下去 雪兰儿书邦在野一名理发店的业者 就建议政府拟定更安全的标准作业程序 例如让理发师披上自制防护服作业 保护自己和客人 来听听他怎么说 尽管政府宣布5月4号起 大部分领域获准复工 但是理发店仍被禁止开业 这让已经停业超过50天的业者申诉 再这么下去一定关门大吉 雪州书邦在野一名 乌易理发店业者利佐古穆拉表示 政府总部能就这样长期断了他们的生计 除了一般采取预约方式或者接待熟客之外 他现意其他同行业者动手做防护服 更希望政府网开一面 采大他的意见通融放行 利佐古穆拉透露 便能够减少理发师和顾客之间 在减发过程中的肢体或发肤接触 降低病毒感染风险 值得业提的是 他和员工不久之前 才穿上这些特质防护服 给前线人员提供免费理发服务 证明了这个方法并非不可行 以前我曾经去做检查 保护服务的 所以从那里 我看了什么 他们在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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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用这些 所以他们在病毒 所以后来用这些 他们把这些 他们在病毒 我们在病毒 后来到客户 我们在病毒 都在病毒 是 他补充政府允许大部分的企业复工 意味着大量职工人员回到职场工作 因此期望政府再三考量 让提供专业美化服务的业者恢复营业 为上班的职员整理修容 让他们以更端庄的形象和容貌回到职场 持续一个多月的行动管制令 让许多人顿失声计 因此在政府放宽管制 允许跨州通行的第一天 一群滞留首都的年轻友子 就不惜骑着低骨架摩托车 也要骑行600公里 回到位于乌鲁登加楼的家乡 寻找一线希望 在10公里有2、3公里的行动 4点就开始启程 使用东海岸第一大道返回登加楼 一路上交通顺畅 并没有预期的多车 唯一不方便的是 一路上所有的14餐馆都关闭了 骑士们随身携带汽油和日用品 已被不时之需 疫情当下行动管制令的实施 为大人小孩的日常生活带来变化 有者更产生负面情绪 那一位角色扮演爱好者 就趁着这段时期 打扮成钢铁侠或超能战士 出现在巴沙和民众家门口 希望可以借此舒缓大家 尤其是小孩面对疫情的焦虑心情 咦 是钢铁侠出现在巴沙买菜吗 你没看错 约恩查斯身为业余活动主持人 和播音人的他 也是一位角色扮演爱好者 在行管令期间 无论大人小孩都笼罩在 新冠病毒疫情的阴影之下 为了鼓励大家正面对抗疫情 也帮助那些在日常生活中 受到行管令影响的校友 约恩查斯接受了朋友的 建议决定穿上自己 平时珍藏的超级英雄服装 化身为疫情期间 雪中送炭的亲善大使 谢谢各位帮助 尤其是 Dr. Randolph 和她的组织 还有还有国家 在这里帮助 现在我们很常常 在家里 不得一年多 有关联织 也有电视 和妻子 所以我们也有 这种力量 很高兴 不得不得 也很高兴 虽然天气炎热 但是约恩查斯每次将日常食品 送到有需要的家庭时 依然全副武装 已经超过一个多月 无法怪出玩耍的小朋友 一看到超能战士 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都表现得非常兴奋 而这些小孩喜悦的神情 总是能将 约恩查斯的疲劳 亦小而空 当时 我来到三个月 我来到小孩 孩子们说 谢谢热门 然后之后 我哭了 我哭了 然后 一刻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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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拍摄 我们不可以拍摄 拍摄 因为 我依然 一米 我告诉他 我们可以拍摄 但是 一米 角色扮演是约恩查斯 这十多年来的爱好 他甚至拥有 大约五十件不同的角色服装珍藏 如今能够通过自己的爱好 在新常态下给大人 尤其是小孩 带来欢乐 帮助他们积极面对生活 成了他的心愿 土团党分力扩大 两大阵营互别苗头 想请稍后告诉您 新冠肺炎肆虐 新冠肺炎肆虐 全国学校关闭 政府提倡停课不停学 鼓励所有教师在行管令期间 实行网络教学 然而在东马沙巴州 这种教学模式 却让师生和家长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因为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的学生 住在偏远山区 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 只能够和父母共用一两部手机 严重耽误了学习进度 沙巴州教育局总监 密斯特林拉廷向马辛社透露 数据显示 沙巴有七成学校坐落在郊外 和内陆地区 虽然百分之九十八的教师 都有手机 电脑和所需要的网络设备 用于线上授课 但基于部分学生的住家地区 网络数据有限 甚至有部分家境贫寒的学生 家中没有一部可以支持在线 学习的手机而无法参与其中 无论如何 当局将研究和探讨其他可行方式 比如透过合适的管道 把作业和教材寄给这些学生 确保不会有任何人被遗漏或边缘化 土团党重回西盟的课题出现罗生门 土团党宣传主任默哈默拉兹 否认党有意重返西盟 并指党民域主席敦马哈迪 不能代表土团党和西盟签署联合声明 不过这番说辞随即遭到总秘书 那杜马祖基打脸强调敦马还是党实权主席 有领导土团党的绝对权利 马祖基昨天晚上发文告回应 土团党最高理事会在2月24号最后一次会议 一致拒绝了敦马辞去党民域主席职的决定 以及一致推举敦马为第八任首相 反之2月23号的会议 虽然有救是否退出西盟进行了商讨 但并没有正式定案 而是一致决定交由敦马拍板 换言之 敦马身为民域主席有绝对权利 定夺党的行为和方向 他还反向 指党不曾提名丹斯里穆尤丁为第八任首相 不曾同意和巫统以及一党结盟 不曾决定退出西盟 也不曾就组织国门或组建联合政府 有过正式决定 并且反问 土团党熟理主席纳杜斯里穆克里 究竟是从何违背了党的决定 以至可以被开除党籍 他也提醒穆罕默拉兹 身为党宣传主任 理应尊重会议的议决 帘兵 儿童出现罕见疾病症状 专家怀疑跟新冠病毒有关 稍后给您进一步报道 欧洲多国早前出现罕见的儿童炎症疾病 怀疑和新冠病毒有关 如今美国也有64名小孩 出现高烧 皮疹和腹痛症状 其中15人诊断患有炎症疾病 可能导致死亡 专家就怀疑肺炎患者 对新冠病毒免疫之后 身体系统过度补偿 而继续对抗 已经不再攻击身体的疾病 最终造成了炎症疾病 纽约州卫生局星期三宣布 当地出现罕见的儿童炎症疾病 也就是早前在欧洲多国出现 怀疑和新冠肺炎有关的疾病 截至目前 纽约市已经有15名小孩确诊 全州共有64名小孩 疑似患上炎症疾病 这个疾病的症状和川崎式综合症 以及中毒性休克综合症 十分相似 和欧洲的病例一样 15名确诊患病的儿童中 其中4人感染新冠肺炎 专家怀疑可能是儿童的身体 已经对新冠病毒免疫之后 系统过度补偿 导致细胞继续对抗 已经不再攻击身体的无害细菌 结果导致炎症疾病 专家担心孩子们可能会因此丧命 纽约州卫生局已经下令 所有的医疗机构 民床实验室 以及地区卫生局 只要有21岁以下的患者 疑似患上炎症疾病 都要马上向州卫生局汇报 以便当局多了解疾病 对症下药 避免有更多患者死亡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身随从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成为白宫第二名确诊染病的官员 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 之后接受病毒检测 索性结果显示 他们都没有感染肺炎 健康状况良好 特朗普星期三在记者会表示 他认识这名海军精锐部队成员之一的贴身随从 只是他和彭斯都很少接触这名随从 他也强调他和彭斯目前的健康状况良好 不过为了确保白宫官员安全 特朗普决定把白宫的检测 从每星期一次增加到每天一次 这名总统随从是第二名确诊的白宫官员 在这之前 彭斯办公室一名官员在三月底确诊感染肺炎 中文字幕组 今年最后一次的超级月亮 昨天现身上空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却也无阻英国伦敦人赏月的雅兴 新闻最后尾随镜头去瞧瞧 我是叶建峰 感谢您收看五件新闻 也祝您平安健康 我们再会